字幕開啟 在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追蹤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訂閱了我們就記得按鈴鐺 歡迎收看攝時間 我們剛剛淘寶淘了一塊東西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這塊有什麼用 先開箱 這是保護棉 有些鎮品 有六個時 這個非常有用 先留下 這個就是正體 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齒輪雲台 齒輪雲台 跟我們一般的雲台 有什麼分別呢 一般用波盤 我們鎮品 通常整個都會鬆開 就算有壓力也好 它都是上下左右 Till down Till up Roll 都會鬆開 而gear head 就會做一個微調 我們有兩個軸 Roll 可以做一個微調 Till 都可以做一個微調 Pan 它就沒有 有這兩個軸 可以做一個齒輪的微調 齒輪微調 齒輪微調有什麼好處呢 在拍一些精細的東西來講 例如拍產品 拍風景 拍天 我們會通常用齒輪雲台 去做一個微調 沒有講過價錢給你們聽 這東西我都打算很貴 原來只需要一千元人民幣 不用 即是九百多元 另外這東西 有一個挺開心的東西 就是有一個 轉盤 好像釣魚一樣 可以很快去調整 不用轉到手軟 平時有些只是這樣扭 扭得比較辛苦 另外它是用一個 R-Card Switch系統的快插板 這裡有一個快插板 但我們平時用L架 很少用這塊板 有些可以轉乳板 可以轉乳板 連雲台的頭部都可以有一個紙板 有什麼作用呢 有時在山邊設定腳架 很難設定最水平的時候 通過這個Row 或Till 設定好水平後 你做紙板的時候 就可以鬆這個 這樣就可以紙板 就可以做一個Panorama的相片 這隻Sunway Photo的Gear Head 整重是有4kg 整重是847g 比一般的波頭是重的 因為它用Gear Head 即是用齒輪的微調 是會重了一點 但對於我用過這麼多款Gear Head 它不算很重 它算很輕 好 分量到這裡 我們遲些拿出去研究一下 節目到這裡 記得Borrow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拜拜